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 达哥 其他这一家 今天2021年7月12号星期一 生活齐哥今天听到说阿滴 阿滴得到 忧郁症 有人在讲 来看一下 那今天目前的话是搜索五千笔拿榜第11 那带我们来聊一下 顺便关心一下 我们讲英文频道的 教英文的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印象 他在YouTube教英文 很厉害 那达到两百 六七十万吧 他的订阅度 真的也是很认真很努力啦 因为一个频道要有多人订阅要有人看一定是要做有丰富的内容跟有 人家喜欢看的东西才有可能订阅你观看你 所以生活齐哥每天在努力 找一则新闻 做学习 做导读 可以让自己学习更多 懂得更多 那另外游戏抢匪勒 就是最近都在玩小机模拟器 帮一些玩家测试怎么去安装摇杆 如果喜欢看 再去我们游戏抢匪观看 那如果想看过往直播的观众朋友啊 晚上我现在挂就挂台北市 还有什么水库 他的一个晚上跟日出啦 一直挂到日出去做个记录 那一次四个直播啦 未来要重新观看的话也是一个记录 那一样有什么意见想法都可以在底下做留言 OK那带路今天要讲的主题 其实我们热门搜寻底下都有相关网址 如果各位观众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喜欢就点击下方的网址 来点阅更多的内容 像第1个欧洲 欧洲国家杯 还有第2个劳动部 安稳雇佣 疫化2.0 还有中职选秀 还有高正鹏 疫苗比较 现在在讲磁力啦 不晓得人家讲了说 打了疫苗会吸住磁铁 会有磁性 那就有人在讲说他是否在 打疫苗之前就测过了呢 那个人觉得是应该汗 流汗的关系 还有皮肤表层的一些影响 造成他有洗力 应该说 黏性吧 好不好 因为美国之前很多就在做啊 我会吸我会吸 那你要不要拿那个 真的确定磁性的东西来测试 我就像我们讲的啊 吃甜的东西 吃西瓜 吃水蜜桃 或吃芒果 都有检验仪器 知道这个甜度是多少 酸碱值也有仪器可以调 温度也可以调 虽然很多东西都有科学的仪器可以去测试嘛 你拿科学仪器测试就知道是否是有磁性啊 而不是表皮黏住而已 好不好 像我一样手机我都黏在手上 我比较想有磁力 现在洗澳澡不会 如果说你没有洗澳澡 你黏在脸上也是会吸住啊 对不对 那这还有 太阳公路啊 还有这个 DJOKOVIC 还有 维珍银河 还有 浦敏 台积电确诊 阿滴忧郁症 今天我们要关心他的阿滴忧郁症 可可安安 我们可可在说啊 阿滴忧郁症其实我国二到国二上学期也有忧郁症 其实很多都是 就是 要有人引导啦 我们待会再带进主题看一下 那这边还有欧冠啦 疫苗混打啦 辉瑞啦 领阳等等相关的新闻 喜欢的观众朋友一样点击下方可以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闻消息 就不会跟朋友脱节说 你们在聊什么我不晓得 在这身穿 身穿魁 血轮炎 就有好奇心就可以来看一下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阿滴的忧郁症啦 因为今天听到我就在想说 一定会出现这个事情 但是酸民很多啦 相不相信你一定知道现在酸民非常的多 酸民一定会酸说为了要赚流量啦 为了要打知名度啦 没有梗啦 或者是没有内容啊 就开始在骂了 那像我常看馆长在讲的 你在乎你就输了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跟想法 那有些人是出自于 看你太好 看你太 太爽 可能嫉妒也有啊 恶性伤害也有啊 所以之前很多说键盘杀手 造就很多人的心理层面的受伤 像之前那个Vlog的 卡通人物的一些直播主 听说也有人被受伤啊 因为有人去攻击他们啊 他没有露过脸喔 他只是用卡通动画 所以他也受伤啊 那个我们的笑话频道晚安 他也是受伤啊 就被人家浅散下来啊 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看Vlog的 那些卡通人物的一些直播主 你可以去看那些频道很多 像最多 国外就鲨鱼 应该都知过鲨鱼 鲨鱼就是这样子出名的 不懂的玩家可以上网去找鲨鱼 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我们阿滴 罹患忧郁症 因为我在想说一定有出些问题出来 那我刚刚有大概看一下内容 那我们大概来导读一下 第一则新闻是ET Today的星光云 星光云 可可说那时候忧郁症也很不舒服 真的 有时候真的要靠药物啦 因为你的 会影响到你的整个 精神 心灵 还有呼吸都会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讲的 阿滴罹患忧郁症 阿滴 离忧郁症 好不好 三个字 53万影片盈利霸气全捐了 滴妹心疼发生 徒一年新生 那记者田维 综合报导 YouTube阿滴向来给人正能量满满的印象 11日突然发文坦言 曾经罹患忧郁症一年 从2020年 集资刊登纽约广告之后就陷入黑暗 因为他有集资说要鼓励 鼓励一些事情的 有点忘记了啦 所以我们来讲记忆 记录比记忆重要 你可以去查 他们当初有刊纽约广告的一个新闻 那光是 活着就用尽力气 让许多粉丝担心不已 那12日他发起闻聊 聊起走出阴霾的心情 有一群人讨厌我 但是也没关系 也表示 影片盈利会全速捐出 滴妹也心疼行话令人 动容 阿滴拍片自白 他曾罹患忧郁症的心声 勇敢面对黑暗面 我们常讲黑暗面就像我刚刚举例的 那令人不舍又赞赏 12日他在脸书表示 曾经此事最大的体会就是 不需要讨好执意讨厌你的人 就算解释了一件事情 他们也会再找下一件事情 攻击你 与其让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影响自己 不如就 坦然接受吧 就跟生活企客一样啊 生活企客做直播也是没有观众 只有几个主打的好朋友 会来听听看我在分享的一些新闻 或来听一下我导图的新闻 不然 也不会有人看嘛 那也没什么需要会被人家攻击的啊 所以他讲的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越来越多人看你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酸民 像我刚讲的館长那边就是很多 攻击他的人 对不对 还有1450的 还有大陆的小粉红的 为了他不爽而来的 所以你说订阅数大 有些是假的啊 你能够说把你的订阅200多万人都上来留言吗 是不太可能 你要想到200多万人来留言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都瑞瑞他的一个脸书分享 这边就点赞就4303人 那108则留言 他发了56分钟后出现了一个新闻 那他说就是有一群人讨厌我但也没关系 阿滴直言只要知道 有很多人支持自己 也能继续做 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就好了 而他也表示啊 这就是自白 罹患忧郁症的影片 盈利将会全数捐出给 忧郁症防治协会 霸气做法令人赞赏 迪妹也在底下心疼留言 不求什么 只要你能 健康 开心就好了 那从2020年中 集资刊登纽约广告之后 阿滴就开始出现忧郁的倾向 起初是觉得 自己很烂啊 对工作表现很焦虑啊 睡眠障碍很严重啊 会害怕网路上的批评啊 也会无故的悲伤哭泣啊 那在 9月一次演讲中啊 终于爆发 爆发就会变成说 站在台上喘不过气 无法思考 回家更是在床上发抖哭泣 那终于发现 情况已经变得不对了 那已经是 爆发了 其实会躲在床上哭 已经是爆发了 就是要忍很久了 你看他没有写 267万订阅者 阿滴英文 所以他说他这个广告出来就捐了五十几万 就知道他的流量 非常的大 那流量大勒 什么人都一定有 就讲了现在戴口罩疫情的关系 多少人在那边酸 多少人在那边骂 你能承受得住人家的乳骂吗 什么做都是错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有讲了 滴妹说不求什么 只求 能够健康快乐就好了 阿滴一开始 在新生科求诊 生心科 其实有忧郁症的人 不用去担心 有的是焦虑症 恐慌症 反正很多症状就是一些医学名词 那其实就是心理层面要讲得过去 所以你可以到精神科 不是神经病才要看的 有些人说我去看那个是神经病 不是 其实就是帮你做一个心灵的 疏解 舒缓 可以让你知道说 什么事情 让你纠结 你讲得开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找到对的人跟你聊天 你心情才会好 对不对 所以他说 身心科求诊时被医生诊断为焦虑症 焦虑就是每天在那边翻 不能解决的事情 这我们常跟朋友在聊天 能解决的事情就去解决 不能解决的事情再怎么想 还是不能解决 就像疫苗 疫情 对不对 出去外面 会不会受感染 你想 那就不要出门了 那是不是变成忧郁了 基本上我会谈这个也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非常多的朋友一定有开始有恐慌啊 焦虑啊 忧郁啊 每天烦恼啊 我出门摸到这个会不会有那个啊 尤其有那个爱干净的人家讲的洁癖的 你看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说一周后 情况持续了 这位在医生拿到抗忧郁的药 也形容 罹患忧郁症的日子向行尸走漏 每天都非常悲伤 压抑 恐慌 深陷毁灭性思考 上司所有动力和精力 做什么都无法开心 连微笑都做不到 情绪只剩下焦虑跟忧郁 不管休息或工作都不对 光是活着就用尽力气 之后相信医生说的话 按时吃药慢慢走出阴霾 所以说看医生就是要吃 让你 身心灵 不要让你身体 轻松 疏解 不要让你精神一直紧绷 就是放松 其实有时候人家讲说吃安眠药不好 但是 你要着量的去吃 还是要去看医生啦 不能自己乱吃 所以很多东西啊 已经想太久了 想了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那种压力爆出来就垮了 就跟一栋房子要盖起来你觉得一天两天盖得出来吗 好不好那这边有再讲一次 第二段新闻是疯传媒啦 那内容都讲的差不多 所以他就讲说因为做了这件事 他皆行私走漏 痛苦行警 光活着就用尽力气 其实我是觉得他身边 身边没有对的朋友去跟他讲 那时候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 钻牛角尖 担心A担心B担心C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这个 就会一直反 我这边讲的一样是盲牛约时刊 刊登 刊登 who can help 台湾 谁要救台湾的事情 那这边有讲阿滴的英文 阿滴的日常 都有减少更新 甚至 停更 停更状况 那只是不知道说当初他有没有团队 因为有些 直播组都是一个人称 就是一个人称全台 不管录影 拍摄 剪辑 排版 还有去外面摄影 还有做一些 接业配 接业配 做业配 那 你一个人一定撑不住 那你又遇到错误的人 你看他有九月演讲在那边讲 所以这边内容都讲的蛮雷同的 一样 各位朋友觉得这些新闻版面不错 一样点击一下放到网址 可以来看到更多的一些 消息 跟一些新闻内容 我这边讲的都是阿滴讲的一些事情 那经过一年治疗了 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还不错了 也 也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正在忧郁症所苦的人 提升大家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其实有时候适当的运动 跑步 身体让他运作 流流汗 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解除方式 但是就是要找对 尤其现在健身房全部关闭的时候 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可以 疏解你的压力 所以说 现在的人 真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从5月6月7月 已经快两个月多 如果真的去调查 应该很多人快受不了 因为没收入 没钱吃饭 没有地方散心 走不出去 对不对 所以阿滴提出5点觉得对自己恢复有帮助的事 第一 就是相信 可可你这边也要注意听啊 第一就是相信医生说的话 按时吃药 对不对 第二 像没吃药的人就是 第二 改变对自己说话的方式 多给予自己一些 正向与鼓励的话语 如 我爱 自己 你是很棒的人 第三 则是活在当下 不去想过去与未来 静坐 冥想 瑜伽对他来说也是 很有防处的 那第四是要对自己有耐心 给予时间 对于疗程要有耐心 在康复的路上不能急到 最后是找到新目标与成就感 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 借由一些能稳定 获得成就感的目标 让自己 看到进步 找到自我价值 例如自己过去把 成就感建立在 要不稳定的YouTube工作上 那阿滴近期 是把一些重心稍微放到 煮饭 重训 运动 阿滴也希望说 借由这些资讯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因为我这段 经历可以帮助有相同 状况的人 好过一些 有希望一些 那这件事本身就会赋予我 痛苦一些正面的意义 希望在忧郁挣扎的你 可以 从当中找到一些方向 力量 学习与忧郁症共存 那底下这边有连结 可以连结到YouTube去看一下 我的忧郁症 他有做一些分享的影片 那 生活期歌 第2则新闻 大概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好第3则新闻的话 一样是中央通讯社的一个新闻分享 阿滴自爆 罹患 我们这边就直接讲比较多了 罹患忧郁症 判自身经历 给予他人力量 一样这边也是做连结 连到YouTube 可以到以下平台YouTube 去看阿滴英文 中央社记者叶冠营 台北12日的 店的报导 知名YouTube阿滴英文教学频道 爆红 超过267万订阅者 阿滴 阿滴透露罹患忧郁症 是2020年 这边就会讲他一些 一路过来的心路里程啊 等等点点滴滴的 那各位观众一样 喜欢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来看更多的内容 这边还有他的脸书 阿滴英文的脸书 那因为这边就是 害怕网络上的批评 无缘无故的悲伤 为他警觉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因为YouTube的直接一来就是压力蛮高的 因为你没有做 就是 没有流量 你没有影片 就是没有人会想去看 所以一定要想东想西 如果各位观众有看的 之前有个小玉也是暂时消失的 因为有人说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就消失了 因为 他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们人其实就要找时间去疏解 就跟生活齐哥一样 为什么有时候要打打游戏 让自己放空 因为你每天上班压力这么大了 你回到家还要上班吗 所以说 居家上班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 把自己的上班时间跟休息时间分开 上班的时间归上班 休息的时间就休息 千万不要把自己逼到 神经线 人家常讲橡皮圈拉久了也会松弛 不小心拉太用力也会断掉 那这边内容跟刚刚的都差不多 我就不再导读了 一样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下方来 我们的中央通讯社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 那还是要跟各位朋友讲 有机会点击下来可以看到更多 你看这边中央社讲 不知足才会忧郁 关于忧郁症你应该知道的是 中央社制图 这一句也蛮经典的 不知足 不知足 就像生活齐哥一样 一个人单身快乐过养爸妈 养家里 觉得知足就好啦 有人说你要不要来做业务 你要不要来赚更多 你要不要来做投资 你要不要来做别的生意 你要不要拿个五十万一百万来做个生意 来赚更多 你可以赚钱买房子 你可以赚钱娶老婆 你可以赚钱 生小孩养家 你可以买房子 买车子 你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买更好的衣服 买更好的包包 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身边 你的现在 你的周边 你的环境 你是否能够这样子做吗 其实有时候生活齐哥啊 在这边也是跟各位朋友在分享 其实当业务有业务的苦 也有业务的爽 虽然每个业务都会让你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是他在辛苦的时候您看得到吗 他在背后哭泣的时候您看得到吗 他在努力的时候您看得到吗 其实就像鸭子划水一样啊 人家讲说天鹅很漂亮 他脚底怎么踩怎么踏 你看得到吗 对不对 踢到脚块断掉了 你说他在上面很悠哉 所以很多东西只能 好好的珍惜 知足 常乐 生活齐哥今天关心我们的 阿滴 忧郁症 那顺便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让各位知道说 其实 要当一个 知名人物 或者是要去做一些 我们现在讲的其实演艺界很多都改成YouTube 那你变成做一些 YouTube上面的 观众朋友 或者是你要展示很多东西 给别人看的时候 你随时都要注意到 你是否能承受得住 你在镜头前的你 你是做你自己吗 还是做别人呢 还是做 另外一个角色呢 知足 重要 那今天 来关心 阿滴忧郁症 生活齐哥就分享到这边 那有看到最后的观众朋友 有听到最后的朋友 还是要感谢您的 长期支持 一样 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 生活齐哥每天会用 这种 导读方式来 练新闻 说新闻 让自己开心 最重要 那要去 友谊小匪玩游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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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